各位Android的粉丝们大家好,我是高焕糖高老师 那么我继续来帮你介绍Android的设计招式之美 也就是说在Android的整个架构体系当中 有处处看到设计模式 那这个设计模式呢,应用到好处 拥有这个画龙点睛等等的妙用 让整个Android的架构体系呈现出气象万全 好,那这个是在我2009年的时候写的这一本书 那么经过了四五年来 这些设计的模式在Android的框架里头 的架构体系里头仍然表现非常的亮丽 所以呢 我就依照这本书来帮你讲解这个设计模式之美 也就是设计招式之美 那这个是我的这一个MV 就是宣传片的这个照片 那接下来呢 我也想请你欣赏一下我的一个演讲的视频 那不到四分钟 一分钟到两分钟而已 OK 那我就请各位来欣赏咯 这个设计 然后这个设计呢 就包括商业模式 包括架构设计 还有包括这个软件的团队的设计 也就是设计的范围口大了 达到商业模式 达到这个需求 规划达到明节的整个过程 都应该重新设计 这是我经过四十年 做这个软件的一个经验 那么来跟各位大家来分享 那我们第一个先从我们的目的 就是我们目的呢 就是要去实现我们的商业模式 实现商业模式的目的呢 当然就是要让我们的产品 可以在市场上 可以获利 可以对我们的社会 对我们的用户呢 能够带来的利益 所以呢第一个 我们这边所看到的一个点就是 我们现在的IT等等都是很复杂 我们这是大家的共识嘛 所以才需要有很多过程 需要很多人 需要很多大会来做改进 所以这个架构师呢 就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们在这个整个软件的过程 那么比较偏重在管理面 那么我比较偏重在设计面 那么设计的最代表的人物 就是架构师 好的各位粉丝们 我们再回到我的正常的这个讲义上 那我来继续帮你讲解咯 如果你需要听刚刚的视频 有兴趣的话 可以到我的部落格上面 可以这个下载 那自己部落格的这个网址呢 我待会会跟各位说明的 OK 好 那我们就来继续说明 这个Android的框架 这个框架的部分呢 就是Android的框架 那它跟应用之间的关系 它两个中间要把它结合起来 这次通过JCO JCO 那么JCO呢 这就是用来将两者东西 把它结合起来 那这个JCO呢 就像框架式桌子 应用呢 就像桌角 那桌角把它接到桌子上 那中间有个JCO处 有个卡榫 好 那这个卡榫呢 就叫做 英文叫做Hook的函数 好 那我在这一章呢 我就首先 帮各位复习 这个卡榫函数 然后使用了 然后使用了三个Android的范例 来帮你收入卡榫函数 在Android框架里头 所扮演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 好 那也从这个范例当中 你更深入的去了解这个Hook函数的意义 好 那这个我们知道 这个框架里头也有很多模式嘛 对不对 那模式呢 背后也有一大堆处处都可以看得到 这个卡榫函数的影子咯 就像这个四人帮的 这个 设计模式呢 包括 这个工厂模式 包括Temperate的Messor模式 背后 都是靠 这个卡榫函数 来实践的 来落实成代码的 OK 好 那我们现在 来说明一下 做个铺垫的动作 应用框架 抢走的操作系统的风采 好 例如呢 在2001年的 微软 做了一个 Docknet 的框架 背后呢 是Windows 操作系统 那么 在2006年 谷歌呢 推出了Android的 框架 背后是Linux 的操作系统 所以呢 因为这个应用 是跟框架 是息息相关的 好 这是 所以才叫做应用框架 那这个框架 跟应用相关 所以掩盖住 操作系统的风采 好 一样的Android也是一样 所以呢 透过这个框架 来把40万个 就像Android有 有40万到上百万的 这个应用 把它组合起来 所以呢 它像一个主机板 一个主板 就是 硬件的主板 所以硬件的主板 大家都知道 它把很多 滑鼠啦 很多 这一个 麦克风啦 喇叭啦 全部把它组合在一起 同样的 这个应用框架呢 它就把各式各样 形形色色的应用 把它组合在一起 所以呢 那微软花了很多的钱 来开发它的 档内的框架 那么 台湾的新国众公司 也花了很多钱 在2005年到2008年 那么 也开发了 像OpenMocal 这样的一个 应用框架 在谷歌呢 也推出了一个 Android应用框架 那么 为什么这么多 各式各样的公司 有的做软件的 有的做硬件的 有的做服务的 都不约而同的 聚焦在应用框架呢 到底 大家看到了些什么 那么 又有些人呢 他的观点 又不一样 但是 观点跟看法 会影响 一个人的决策 跟行为 那么 这些行为 会影响到 最后的结果 包括 产品的畅销 包括 这个公司的盈利 等等的 所以呢 为了让大家 能够对于像Android 这样的一个框架的观点 能够取得更最有效的 最正确的观点 所以我在2008年的4月份 就写了全世界第一本中文的Android书籍 在这个书名上面 我就特别强调 应用框架原理 跟程序的设计和开发 我当时就希望大家能够兼顾 这一个应用框架 跟App 两个 做一个整体的 一个配套 虚实相依 整体的一个观点 那这样子呢 对于 我们发展 这个Android的这种开源 开放平台 尤其呢 Android 适合做软硬整合 可以开发 各式各样的 这个 硬件设备 做一个硬件上的 跟软件上面 同步的创新 不像iPhone 在硬件上面 我们是动不了手的 但是在Android是可以的 OK 所以我就特别的 希望能够重视这个应用框架 那我也写了一篇 这个文章 叫做 鸡肋与一共一三 因为我们从小就一直在 读到一共一三这个故事 那我们都非常的崇拜 去 这个鼓吹 要像鱼肛一样 那鱼肛当然有他好的一面 因为他可能不是真的笨 而是大肢肉鱼 OK 但是 他的确做了一件事情 做了一件事情是拿布机 去 这个 加泥土 就是把泥土放在布机里头 然后 挑去北海 所以他是拿别人的布机 去装泥土 也就是拿别人的机类 去写APP 然后呢 拿去应用 等等的 所以呢 这个 在我们的一共一三的故事当中 失去的一个角度 就是做暴击的人 做暴击的人 所以我们要反思一下 是不是我们在 这个鼓吹当移工的时候 我们在一直希望能够拿别人的暴击 来挑泥土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还想一想 我们也许呢 我们可以来做暴击 也许呢 这个做暴击的角色 更加的高尚也不一定啊 对不对 所以在文章里头呢 我引用的 李济学济篇 中国的先行的名言 叫做 良工资质遇血为机 就是要做好的弓箭 你要必须先做好这个机 也就是说 你要做好APP 你要先会做框架 会先做机类 会做框架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 从这个角度看呢 我们要把泰山的泥土 好好的去把它挑到 这个北海 我们应该非常重视暴击 而不是只是重视 拿别人的暴击来挑泥土 然后鼓吹大家做弓箭 却忘记得更基础的 一个做暴击的一个任务 也许它更高尚也不一定了 那我们就 所以我就以这个中华文化 的智慧来说明 上面为什么各个公司 包括谷歌 包括苹果 都是付约而同的 计较于这个波基 而不是计较于 调泥土 当义工 OK 那 连规正传 那到底这些公司 有什么的期待 它的目的 它的需求 又是什么 来引导 导致他们对于应用框架 特别的重视呢 它的关键 其实只有两个 只有两个 一个就是 靠这个 框架呢 来把应用程序 框住 OK 框住是靠什么 靠接口 靠接口 就是靠一个 行 它一个 不是 去框住 它的内容 是框住 它的一个 行 跟它的结构 所以呢 就像 这一个 啊 汽车的引擎 那它有一个 J口 有一个J口 叫I 那它有 轮胎 叫T 那么 我们就 透过这个J口 这个汽车的J口 来规换 啊 哪些这个 轮胎 可以配上来 哪些不能配上来 所以呢 透过这个框架 来限制 哪些应用程序 合乎J口的 就可以配上来 不合乎J口的 就不能配上来 因此呢 对于应用 做的 很大的一种 行 啊 结构上的限制 你合乎我的 规范 那我就可以 跟你配 你不合乎我的规范 我就不跟你配 OK 所以主导权在一 在框架 OK 然后 这个刚刚 这个只是在装配的时候 啊 在装配 啊 在装配的时候 OK 来 限制的 那装配了 把轮胎配上去了 就 汽车要启动啦 启动的时候 然后 由引擎 来带动轮胎 OK 所以 引擎呢 就是框架 框架 在逻辑上 这个 控制了 这个轮胎 所以 因为 它可以通过 J口 来 框住 这个轮胎 让它在装配的时候 可以要求 这个轮胎 在结构上 要满足我的J口 然后 一旦 装配上去了 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这个T 要听我的命令 啊 控制权 在我的 E 在我的框架里头 啊 这个 EIT 就是我现在 高老师 一直在 啊 提倡 推广的 这个 设计 思维 好 那么 有空呢 你可以 访问一下 我的部落 OK 那其实 这两个是 一体的两面 也就是说 你如果 没办法 在结构面 做的限制 你可能 控制会失控 好 同样的 这是 那你如果呢 只是 限制了 而不能控制 它的逻辑 那也 框不住 OK 所以这两个点 都是重要的 那其实 在某个层面上 它叫一体的两面 OK 那 我们就来看看 那为什么 啊 为什么框架 能够框住它 我们现在谈一谈 为什么 啊 那这个 我就在于 这一个 啊 2008年 啊 这一个 北京 啊 程序员杂志 的封面文章 就是我写的 那么 当时 我就 基于 这一个 啊 集装箱的概念 来说明 enjoy 啊 这样子的一个 潮流 enjoy的框架 会在 这一个 两岸 的产业上 产生 巨大的影响 创造出一个 全新的产业 OK 啊 这是我 啊 就以这个 集装箱 的例子 来说明 啊 enjoy 它是一个 框架 它像一个 集装箱 它能够 框住 能够容纳 成千上万 甚至上百万的 App的APP 所以 它具备有 这样的一个 庞大的力量 可以 改变整个产业 OK 经过 四五年来 证明了 我的 对产业的动脉 抓的是 非常的准确的 啊 好 这个我们 之后 会 啊 在下几章 我们就会 在讲Pattern的时候 我会来说明 为什么 这个 啊 enjoy的框架 它具备有 集装箱 的这个效益 那有了 集装箱 到底又改变了 什么样的产业 OK 好 那大家都知道 有了集装箱 之后 改变的是 运输业 改变的是 码头的 啊 这个卸后 等等的工具 比如说 有了集装箱 一个拖车头 就可以拖进 天下所有的货物 所以 帮 这一个 啊 运输业 啊 节省了很多很多钱 所以海运业 等等 也蓬勃的发展 像台湾的 这一个 长农海运 就是由集装箱 所 啊 延伸出来的 一个巨大的 一个商业利益的 一个获利者 好 那接下来 知道了 为什么 之后 我们就来了解 到底靠什么来 框住AP呢 啊 其实 它就是 啊 我们 在上一章 已经说明过的 叫做 控制 反转 的机制 也就是 反向调用的机制 这个 反向调用的机制呢 就是 这一个 卡榫函数 咯 它的背后的 真正的 实现 就是 Cook Function 所以呢 也就是我们 这一章 的一个主题 就是要说明 这一个 框架 到底靠什么 来框住 AP的 OK 好 那么 在这一个 啊 应用面 大家可能 比较了解 这个框架 但是 在 迁入式的 软件 方面 大家是 以C 为主的 所以 啊 因为C 没有 OO的 概念 所以 大家 对于框架 会比较陌生 啊 会比较陌生 OK 那 因为Android 它是一个 开源 开放的 平台 啊 那么 它的 上层是 用加瓦的 那么 底层是用C 跟C 加加 所以呢 Android呢 是很适合做 啊 应用 跟潜入式的 一种整合 也就是 所谓的软硬整合的 一个产品开发 但是 这一些 潜入式的开发者 习惯以用C C又 切法 OO 所以 一般 潜入式的人 比较没办法体会 啊 应用框架的 特色 啊 这种特色 所以呢 我就在 啊 过去的 十五年来呢 我就特别 都写了几本书 啊 写的 比如说 写了一本 Android 以变相对象技术 来让 这一个 潜入式开发人员 可以理解 这一个 啊 应用框架的角色 跟它的威力 以及如何 善用它 来创造自己的利益 啊 还加上 我们现在在谈了这本 设计早智之美 那 来引导 大家呢 了解 为什么 应用框架 成为 各个公司 万众熟目的焦点 那它背后的商业意义 到底是什么 所以呢 我在这里 也盼望你 能够呢 透过我的课程 去深刻的体会 这个Android 应用框架 它的 这个 真正的意图 以及它的 商业的意义 然后 给自己 找到一个 好的观点 然后 对这个Android呢 会有 更具 商业意义 有建设性的用法 OK 那 这本书呢 就 啊 针对 刚刚所讲的 啊 就是这一章 我们在这一章里头呢 我们就针对 How to 也就是 谈怎么样去框注 这个应用 啊 那 这是 啊 就是 所谓的 这个卡榫 函数 Fook Function 啊 所以在 本章里头呢 就是 专闻 来帮你介绍 这个Fook Function 那 这个Fook Function呢 啊 称为叫做 这个卡榫函数 它就是用来 啊 让框架 可以框注 AP 的一个 机制 那 这个名词 是从商朝 就有了 啊 商朝 就有一个典故 说 提到这个卡榫 这个字元 啊 在现在的软件产类 可以有人用挂钩函数 但是我认为 用卡榫函数 显得更有 中华文化的 这一个传承 跟味道 啊 显得更高尚 有美感 所以我就采用了 卡榫函数 这个名字咯 所以卡榫函数 就是 Android框架 跟APP的 啊 结合处 那Android依赖 这一个 啊 加瓦的 override function 或是 西加加的 啊 Virtual function 来 啊 实现 这个卡榫函数 也就是说 卡榫函数 终究 还是要落实到 语言代码 那么在西加加 就落实到 这个抽象 或者是 虚拟函数 在Java 就落实到 抽象 或者是 overrideable 可复写的函数 其实啊 Java的 这overrideable 跟这个 西加加的Virtual 其实也是 一样的 因为 到底 Java是来自 西加加的 OK 那这样子 有了卡榫函数之后 如果这个 卡榫函数 设计的好 设计的美 那么我们的 这一个框架里头的 抽象类 跟AP呢 就能够 分合自如 啊 就能够 这个 分得 妙 合得快 分得好 合得有效力 啊 所以 Android 框架的核心目标 啊 就是 啊 要 能够 这样 这一个 啊 框架 能够 框构 AP 而且 还能够 分合自如 啊 那这就是 框架的 重要目标 咯 在完成这个目标的时候 卡榫函数 是整个认数 认识 Android 应用框架 的一个 最关键的点 也就是一个 最好的起点咯 OK 那我就先 帮你解释到这里 待会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继续咯 谢谢 请不吝点赞